同学们好 我是波兰纽合成的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和平老师 我是波兰人 今天我们要学习抗病这个题目 我真的不想你们以后真的要用这个 但是生活在国外 我发现就是跟抗病有关的生词 还有一些词汇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好 然后遇到麻烦可以安全 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Ulekaja Lekaj就是他 就是医生 U就是表示在他那里 Ulekaja 我们一起说 Ulekaja 再说一遍 Ulekaja 这个我们读 这是Z 这两个字幕 这个就是Lekaj Rozamanski 是男性的 没有看别的BBT的东西 还有别的东西 我提醒大家 波兰纽有三个性 就是男性的 女性的 还有中性的 然后这样很多名字 就是所有的名字都有 然后就是要学习这个 不学习的话 会很麻烦 每个男性的 女性的 很中心的 就是乳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慢慢来学习 然后不要糊涂这个问题 那好吧我们再看一遍 Lekaj Lekaj Iden do Lekaja 我去找医生 但意思是我去看病 Iden do Lekaja Iden就是去 Do Do Lekaja 就是医生 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说 U Lekaja 是吗 这里有A 如果我们说 Do Lekaja 这里也有A 这个就是 Polang语的有法要慢慢学习 慢慢记住 那我们再来念这个句子 跟着我念 好不好 Iden do Lek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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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句子 Musham ić do Lekaja Musham就是必须 我必须去看医生 为什么 因为我生病了 Musham iść do Lek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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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ść也是去的意思 然后 这里为什么是Iden 为什么是Iść 是因为Polang语 每个动词会有所改变 这里我们有基本的动词 就是Iść 然后这里是 我去 Iden 这个会改变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我们 estetzung Musham iść do Lekaja Musham iść do Lekaja coeовой Musam iśćdo Lekaja Musam iść do Lekaja 然后我们 grandes诗 idę do lekarza muszę iść do lekarza 现在我们看一下 iść就是既 ben de duncy 然后 Polanyu就是这样子 我 你 他 男的他 女的他 东西的他 或者孩子的他 my 我们 wy 你们 他们 男的他 女的他 然后现在我们 来学习这么说 ja idę ty idę on ona ono idę my idę my idę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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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ą 最后一遍 ja idę ty idziesz on ona ono idzie my idzie odni on on idą 现在我们看一下 p未来 Polanyu p未来 p未来 离开 P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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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ą idę dolekarza d emo 你们看陌生,是吗?也已经表示我 那我们现在联系发音 就是为什么发音很重要 因为把这些红色的部分 如果你们不把它们弄清楚 会非常麻烦,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不让人听 你们说话不会知道你们到底说什么 到底是谁去? 是你去?我去?还是他们去? 都不知道 而且用这个的话 就是人家会感觉到 你们的朋友还没有掌纹 你掌纹得非常好,不够好 那我们现在联系发音 跟着我念,好不好? idzie idzie idzi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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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zie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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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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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aj jest driver 再來一次 idą idą idziesz idzie idziemy idziemy idziecie id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muszę iść do lekarza 这个 muszę MUSIEĆ 就是必須 我必須 你必須 他必須 他必須 我們必須 你必須 你必須 這裡是 SH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然你們不看清楚 不然你們不看清楚 不然你們不會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所以要不叫前久 那是為什麼要跟著我念 這樣才可以很好的轉握發音 那我們聯繫 M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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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念他不好 M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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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下這裡是 ON 這裡是 SHING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繼續學習 波蘭牛 一個職業的名稱 它有男性的和女性的 如果女性是醫生 但是是男的的醫生 那我們說 LECKARCH 再說一遍 聯繫翻譯 LECKARCH 但是如果是女性的 以前 我們說 LECK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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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沒有 是R LECKARCH 再說一遍 LECKARCH 這是 肉質人 女性的 我們再來 看一次 LECK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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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遍 LECKARCH LECKARCH DENTISTA 就是牙齦 你們是不是不喜歡牙齦 很多同學可能不喜歡 但要去啊 DEN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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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ZANOSKI 你們看 這個是男的 所以我們說DENTISTA DEN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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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表達 牙齒 哪個身子 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這個是歪來詞 它是不一樣的語言來的 我現在不記得 但是波蘭的那些身子 它們的部分是 古洛馬語 就是 LALTIN語 或者 古希拉語來的 所以這裡就是DENTISTA DENTISTA 再來一遍 DENTISTA 但 這個應該不奇怪 如果有男性的身子 那有女性的身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DENTISTA DENTISTA ROSZANOSKI 女性的 DEN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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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ZANOSKI DENTISTA 所以我們看 是女的 DEN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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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DENTISTA DENTISTA 我們最後一次 LINTIFAIM 跟著我一遍好不好 DEN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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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吧 看病的時候 醫生一定會問你們 這樣的問題 COPANU DOLEGA COPANI DOLEGA 如果你們是男的 醫生會說 COPANU DOLEGA DOREGA 意思是 你的身體哪裡不舒服 或者你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這個意思 很難翻譯 但是表示你的問題在哪裡 COPANU COPANU 你們有這個WU的時候 PAN就是先生 波蘭牛非常簡単理貌 所以 每次你們 跟別人聊天 就是如果不是親密的朋友 都要說PAN COPANU DOLEGA COPANU DOLEGA PANU就是 先生 COPANI DOLEGA 如果你們是女的醫生會 會問 COPANI DOLEGA PANI 就是 女士 或者小姐都可以 COPANI DOLEGA COPANU DOLEGA COPANU DOLEGA 我們再聯繫翻譯 COPANU DOLEGA COPANI DOLEGA 再來一次 COPANU DOLEGA COPANI DOLEGA 繼續吧 有時候醫生還會問 你們哪里通 BOLI就是通的意思 COPANABOLI 什么通 哪一個身體不會通 COPANABOLI COPANABOLI COPANYONB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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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下 一般大家說PAN就是先生 PANI就是女士 這裡還有ON 然後這裡比如說有這個U 是嗎 這裡有A COPANYONBOLI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面接著 面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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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最容易接著 COPANABOLI COPANIONBOLI 我們最後一次聯繫翻譯 COPANU DOLEGA 更重點 COPANU DOLEGA COPANI DOLEGA COPANI DOLEGA COPANABOLI COPANABOLI COPANYONB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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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I就是同的意思 繼續 BOLLEGA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動詞 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 這個 它出現在這裡 但是 它會有所改變 就是 學過英語的同學都知道 比如說 英語裡面 這個 可以變成 是嗎 大概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這個 看的那個 有法 英語好像也沒有 或者沒有那麼允險 然后意思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慢慢来学习 就是 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那我觉得这样有点重像 所以我想给大家提一些例子 这里我们有一个句子 如果我们想问 你在哪里同啊 你不是先生女士的意思 我们问 如果我们想问 男的的她在哪里同 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说女的 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问一下 孩子在哪里同 我们说 如果有两个人 然后他们有一样的同 我们可以说 你们哪里同啊 如果你们有很多人 然后想问一下 我们问 我希望现在大家能明白一点点 最重要的两个三个就是这个 我希望那里同学习会 在产cake中心中心里说 我们呢 所以可能我们 energies 我便宜应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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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接受它 sa难度时间 我便宜应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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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I BOLAĆ 就是基本的东西 BOLAĆ 就是Ć 我比较多说 如果你们看过KPT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有这个Ć 或者是Ć 所以 我们今天容易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基本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学习 我们可以拿来通 BŻ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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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KI 男性的 BŻUCH BŻUCH 这个是Ż BŻUCH BŻUCH 然后这个 在H 我们度成H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差别 古代的波兰牛 它这里如果有次有 还是没有次有差别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这个写法 这个是传统的写法 那我们绿一遍 BŻ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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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么说 我的肚子痛 我们说 BŻ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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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这里我们在基本的那个表 我们想一下 BŻUCH 但是这里我们说 BŻUCH BŻUCH 我肚子痛 BŻ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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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er BŻUCH boli mnie żołądek 最后一次 boli mnie żołądek głowa głowa就是头的意思 rodzaj женski 女性的 boli mnie głowa 我的头疼 再来一遍 boli mnie głowa boli mnie głowa boli mnie głowa 再来一次 boli mnie głowa 如果你们 le sangze疼 或者厚lą疼 我们说 gardło gardło rodzajnijaki 中心的 boli mnie gardło 这个不是 L 这个是 R boli mnie gardło 再来一遍 boli mnie gardło 我的喉咙 我的喉咙疼 serca 是中心的 rodzajnijaki serca serca 心脏 serca serca 现在我们来 複習 这么说 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通 跟着我们说 boli mnie boli mnie brzuch 再来一遍 boli mnie brzuch boli mnie żołądek boli mnie żołądek boli mnie gło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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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łowa boli mnie głowa boli mnie głowa serca serca 这个是心脏 也是心 就是比如说 这个 都是不只是 这个器官 也是就是 我们 化的那个 心 noga noga 就是腿 stopa 就是脚 然后 noga 是个 rodzaj 女性的 noga noga 再来一遍 noga stopa 就是脚 rodzaj 女性的 st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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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zaj женski 女性的 我们现在来看 文字 boli mnie noga 我的腿 痛 boli mnie stopa 我的脚痛 来 我们学习 boli mnie noga boli mnie noga 最后一次 boli mnie noga boli mnie stopa boli stopa boli mnie stopa stopa 继续 noga nogi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Polanyu 你们说过 就是看过 PVPT的同学 一定知道 Polanyu 有 liczba noga 表示 我们的 那些名字 它们不只是 是女性的 中性的 还有男性的 他们也有 子 也有 如果有很多 也有表达的方式 所以 比如说 Noga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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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然后 是很多 腿的意思 就是 这个意思 就是 有点像 我和 我们 这个意思 然后 学过英语的同学 那 这个就是跟英语的 S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加S 然后这样我们 可以表达 有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Noga Nogi 这里是E Noga Nogi Noga Nogi Nogi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说 我的腿很疼 BOLIMINE Noga BOLIMINE Noga 但是 如果我们想说 我很多腿疼 这个不是很多 这些是两个 我们会说 BOLO MNIE Nogi 这里有改变 BOLO 因为是两个 所以有改变 这个也是 BOLO BOLO MNIE Noga Noga B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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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办法 这里不只是这里 加了 还这里改变的 不然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 这个 鼻子的那个 原因 那有时候它会变成这个 嗯 也是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 ZOMB ZAMB ZOMB ZAMB 这个就是 很多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 怎么说 我的压制动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BOLO MNIE ZOMB 一个 BOLO MNIE ZOMB 很多 BOLO MNIE Z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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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BOLO MNIE ZOMB 所以是嗯 嗯 非常好 那现在我们就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